3 2 1 強力灌籃 這是去年10月PLG高雄鋼鐵人隊 在基隆市立體育館揮翰練球和其他隊伍進行熱身賽的情況 未來會不會有職業籃球隊進駐基隆呢 就要看接下來市立體育館即將耗資4000多萬元整修完的情況 我想我們今年積極在爭取預算 包含跟中央體育署爭取3300萬的預算 還有我們自己市政府最佳預算來編列1100多 合同大概4400多萬左右 那後續如果預算通過的話 後續我們遇到採購法 大概會辦理一個設計的一個評選 但今年度重點會放在設計這部分 那因為我們場館使用率很高 所以說預計我們明年施工也會跟各位講 這部分大概會先有一個暫停 然後整個來做一個施工 基隆市政府向中央爭取加上市政府自酬總共4000多萬元 將要整修市立體育館 本身就非常喜歡籃球運動的 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姿委 特地到現場會刊 關心規劃整修的計畫和項目 期盼在整修完成後 未來可以招募職業籃球隊進駐基隆 像我們去年到今年 我擔任議長之後 陸續招募了這個我們PLG的高雄鋼鐵人 來我們體育館打熱身賽 然後今年也特別招募了這個SBL 來到基隆也打了兩週的一個循環比賽 那我想我們從小到大 對這個體育館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過去在中華直籃的時代 我們體育館是幸福抱隊的主場 那個時候我就常常來看籃球比賽 那時候洪國相 戰神 玉龍來 我基本上假日的時間都在這個球館生活 籃球跟棒球是不同的 我們籃球場館就必須用 職業水準的賽事的要求 來做我們場館的一些設施基本 譬如說我們要有球員休息區 要有裁判休息室 要有我們這個觀眾席 要現代化的觀眾席 至少要有自卑架吧 我們現在這個舊有的空間是5900個座位 改造完大概還會有4700 4800 我覺得還是符合賽事的標準 那我們在整個廁所的動線 我們二樓看台區的廁所 也都會在這一次的這個經費裡面做更新 包含我們的這個漏水的問題 一定一併會改善 那最重要的職業水準 他們職業球隊來看 他們會看到燈光 燈光我們其實現在的場館也不符合 職業賽事的標準 所以在這一次的總經費裡面 會做一些總體基礎設施的改善 讓職業球隊來這邊比賽是符合標準的 那我們在觀眾席的設置 球員區動線的分開 我想我都特別提醒博樹廠長 那我也謝謝我們博樹廠長 都如此的用心 我們希望在今年這樣的經費改造之後 我們未來絕對有能力 可以來招募職業球隊進駐基隆 其實不只籃球 包括全國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最近也是利用市立體育館熱鬧舉行 議長同志偉和基隆市得獎選手 以及教練開心合影 也希望整修完成後的體育館 未來舉辦各種賽事 都能夠讓來這裡觀賽的民眾和選手們 可以有一個更舒適且安全的場地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